大家好 歡迎收看十八十說 我是大地星海的Dylan 今天和大家來看另一間Polytechnic University 這間大學就叫做Nothrombier University 這間大學位於Newcastle 在英國比較北面的一個城市 這間大學是比較practical的一間大學 如果大家想讀一些比較practical 實用性高一點的學科 就可以考慮一下這間大學 都是那一句 如果你有任何升學的疑問 就可以現在馬上探索這個QR Code 就可以找到我們的同事幫你手 他們就可以回答你任何關於學費的資料 或者入學的要求 或者英文的要求 他們都可以幫到你手 不止這間大學 可能其他的英國大學 或者澳洲大學 他們都可以幫到你 所以現在馬上探索這個QR Code 就問他們 開始之前 就記得comment like share 和subscribe這個channel 我們馬上去片看看 其實整體來說 Nothrumbia 這裡的設施全部都很新的 我們就參觀了他們的Library 整個Library的建築其實都是一個新建築的建築來的 裡面的設施其實都跟其他相類似大學的Library都很相似 都是有圖書的樓層 有溫書的設施 有自己溫書的一些房間 也都有一些collapse 一起去開會做project的一些房間 都是一個設施很原備的Library 離開了Library 其實對面就會有學生會的設施 就是一個student union的設施 裡面其實都是一些餐廳 會有酒吧 還有學生會搞任何的party 都會在student union裡面去開 在student union的旁邊 其實就有學校這裡的sport center 所有室內的運動設施 球場 gym 都在這個sport center裡面 在這個sport center的對面 就會有一個cafe 同學通常想吃些簡單的東西 又或者純粹喝杯咖啡 坐下來聊天 都會去那間starbus 來到一些學術的建築 其中一棟就是一個圓拱型的外形 設施都很漂亮的computer science 的建築 所有讀電腦的同學都會在這棟建築上課 裡面就有很多不同的computer labs 其實這些設施都是平時我們會見到的電腦室的設施 不過他們就會有多些比較advanced的technology 或者software就會裝在這些電腦裡面 給真的讀電腦的同學可以用到的 我們也都見到一些同學擺出來展覽的一些project 即是他們做開的一些computer science的project 是一些可以用apps來控制示範 怎樣可以控制smart home的一些裝置 例如燈等等之類 都可以在那個展覽裡面 如果你是裝了apps 就可以立即控制到那個display上面的一些裝置 都是一個挺有趣的展覽來的 Nothrumbia這裏的campus是很大的 在Newcastle這裏的city campus都分開兩邊 剛才提到這個computer science這裏 其實就叫做city campus 過了橋之後就有一個叫做city campus east的campus 那裏的建築是更加新的 我們就參觀了那裏的business and law school 這個商學院和法學院 是grouped在同一棟建築裡面 先說商學院 其實都是一些平常會見到的lecture theatre 同學如果平時上不同的lecture 都會在這些lecture hall上課 都是一些很新的lecture theatre 每個位置裡面都會有插頭 給同學如果帶電腦去都可以方便充電 亦都會有不同的classroom 如果上一些小的seminar 都會在那些房間裡面上課 比較特別的一個設施就是 學校這裏的商學院 會有bloomberg的房間 如果是讀一些trading的課程的同學 都會利用到bloomberg的房間去學 學會怎樣用bloomberg的機器 等他們將來出來如果真的要做trading 都可以和行業接軌得好些 那law school方面 我們就參觀了學校這裏 其中一個demo law court 整個law court是很impressive的 絕對是因為它裡面的所有設施 都是真的在原先一個不再用的法院裡面搬過來 那些傢俬全部都是原先一個法院的set up 所以同學如果讀law的時候 他會用到這個law court 然後就可以真的置身於一個法院 法庭的set up去上課 令到他們真的有一個置身在法庭的感覺 上課的時候都有個歸屬感多些 在business and law school的對面就是學校的art design 和social science的建築 外形都是一幢設計很漂亮的一幢新建築 我們進去就已經展覽了很多在這間art school art and design school 裡面讀書的同學的作品 有他們fashion design的同學的作品 亦都有3D design 即是product design同學的作品 有一個比較特別的項目 就是這裏的industrial design 其實和大家每天使用的一種產品相關 就是大家手上的iPhone 和其他Apple product 因為我們有一位很著名的Apple designer 叫Johnny Ivy 其實他就是Nothrombia這裏的校友 現在大家手上拿著的iPhone 全部都是他的手筆 他的設計的作品 所以可以看到這裏的industrial design 的history 即是他的整個background 和他的program的質素 其實是很高 所以才會有一個這麼出名的校友 science building 裡面 其實都是physics、biology 和chemistry的課堂 主要是 我們參觀了其中chemistry的lab 看到他們其中一個很有趣的實驗 小小實驗 就是可能是在日光下 幾平的溶液都是透明的 但是放在UV light下面就有不同的顏色 因為我們今天就碰巧 學校會招呼很多本地的中學生 過來做一些school visit 所以學校又準備了一些小小的實驗 給同學看 另外就是我們也參觀了forensic lab 這裡是有forensic science 即是鑑證讀的 所以如果同學對法證、鑑證這些方面有興趣的話 Northumbria這裡都可以滿足到你的興趣 的學科 還有最後我們也參觀了學校這裡的3D printing lab studio 看到有很多不同的機器 如果是讀相關的學科的同學都可以用到3D printing 例如你是讀architecture 又或者是讀environment studies的同學 都會可能利用到這些3D printing 去做一些demo的作品出來 很快就參觀完 Furumbria這裡的設施 其實我覺得整個campus給我的感覺 是好像一個全新的campus 不過這間學校已經有幾十年歷史 所以不是一間新的大學 但是全部campus的設施都很新正 那證明學校是保持著 都是投資很多的金錢去翻新設施 又或者是建一些新的設施 可以令到同學用到一些最update 亦都是最同學業 最緊密聯繫的一些設施 那我覺得這間學校比較吸引我的program 就是可能是industrial design 剛才也跟大家說過 亦都見到他們的作品是真是很 advanced 和很 modern 那個創意理念是很強的 所以我都鼓勵大家可能留意一下 這裡的art and design program 另外就是他們的business和law school 都幾強的 所以如果大家對於 可能是accounting 又或者是management marketing等方面有興趣 都可以留意一下這個學校 和它的law program 都是很出色的 都是那句 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升學疑問 都現在可以scan 我們這個ql code 去我們的whatsapp channel 問我們升學顧問問題 他們就可以即時回答你任何的升學疑問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這類型的影片 就記得comment like share 和subscribe我們這個channel 下條片再見 拜拜